現在大概是1點58分 我們現在在中山區 還有田良河地區 也開始有一些雨量 基隆市長謝國良 28號凌晨坐鎮災變中心 為基隆市民持續關注天氣動態 面對大雨警戒不敢掉以輕心 我的臉書建議 大家如果有激安水的話 可以PO一些資料在這邊 然後讓我們來協助處理 距離罷免投票倒數15天 謝國良一邊盲事證 一邊處理反罷免案 蠟燭兩頭燒面對綠營痛訴 謝國良頻頻反駁 就怕選民被誤導 但還好藍營這塊盾牌 持續挺在前方 從他們一開始說他們沒有介入 然後到現在的一連串的 有時候都找不到議題 是為了罷免而罷免 藍營議員聽不下去也看不下去 霸團跟綠營到底在演哪招 直呼謝國良當事長還不到兩年 但綠營早在他上任兩個月 就暗中盤算要把他除掉 如果說他真的做得不好的時候 四年後可以用他們的選票 來決定市長的去留 而不是在他才當了一年多 然後就罷免 另一方面 罷免團體馬不停提猛力催票 週末舉行車友活動 在基隆車站旁大批罷免支持者 人車好幾隻黃色旗幟 還有青鳥特地打扮挺罷免 1 2 3 山海公民的經糧 只是基隆接連好幾天 大雨霸梁團體 看完市長謝國良如何應對 直呼沒誠意 直到民眾以及有些議員 去做反應以及批評之後 他才額外的再去前往 災害面中心進駐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會覺得 他沒有什麼太大的誠意 霸梁投票倒數數天 霸梁顧梁持續較勁 迫上颱風山陀兒 市長謝國良如何防災應對 或許也左右罷免結果 總之新聞旅國寶 基隆報導 鞋帶掌聲的看動向 我是李杜蕙 加油 I will show you 愛你呀